欢迎收听民国大案,我是吕鹏 1950年12月25号,搁置已久的天津小王庄刑场 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死刑犯 这个人呢,叫袁文慧 这次公开处决,引来了无数华人劳工的关注 这个人在华工的眼里,可谓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还是一个西人血汗的害虫 多少劳工因为倾信了袁文慧的假话 最终落得一个客死他乡的悲惨结局 但是有关袁文慧最多的话题啊 还得是多年以前的万国公寓杀人案 这个案子是曲折不断 袁文慧呢,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他的老爸是天津有名的绞行恶霸之一 袁文慧的老爸是绞行的一个靶头 虽然听上去没什么权利啊 但实际上,靶头是当时游水特别大的一个位置 为了让自个儿的儿子从小就学会管理 那么他老爹呢,就把袁文慧啊 从小就带在身边 等年纪大一点的时候 袁文慧就已经开始帮忙管理脚行的生意了 从小就经历的耳濡目染 让袁文慧完美的继承了他老爸资本家的丑恶嘴脸 处处压迫和剥削工人 工人拿着最低的薪资待遇 却干着最苦最累的活 每天休息不到四个小时 其他的时间呢,全部都是在工作 袁文慧的老爸很满意儿子的举动 每天呢,都对别人夸赞自己的儿子 说他特别有做生意的天赋 天生就会赚钱 之后的几年呢 袁文慧一直干着紫城副业的事情 也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资本 为了更上一层楼 袁文慧把目光放在了赌场和政治上 毕竟全钱不分家 有了权利 那钱也乖乖的跑进口袋里啊 一开始袁文慧只是帮忙给赌场望风和看场子 后来因为会办事会说话 深得当地警察局局长的赏识 袁文慧因此就攀上了警察这条线 当然了,这不能完全满足他的需求 他不仅要涉足政治 还得去黑道上见见世面 当时上海和天津最有势力的黑帮组织非青帮莫属 因此袁文慧花了大价钱败师 有钱能使鬼推磨 袁文慧也就因此在政治黑道商业上都有设计 也为他后来的胡作非为啊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那个年头赚钱最快的门道还得是贩卖毒品 所以袁文慧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赚钱的大好机会 天津很大一部分的毒品生意都是由袁文慧经手的 赌场什么的那更不用说了 全都是袁文慧赚钱的手段 后来袁文慧决定干大事 他和日本人合作 打算在天津呢 发起一个便衣队暴动 目的就是想把隐居在天津的溥仪弄到东三省去 然后呢扶持溥仪登基 成立傀儡政权 稳固和扩大日本在华的利益 日本人许诺会给袁文慧一笔重金 袁文慧呢倒挺利索就答应下来了 然后以毒品为奖励 纠集了几千人打算在天津发起暴动 可是这件事情啊出奇的失败了 因为日本人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 出现了狗咬狗的现象 为了打击另一方 日本人把即将暴动的事情告知了天津当局 天津当局因此准备了大量警察应对这次暴动 袁文慧哪知道这种变故啊 等他带着人去发起暴动的时候 迎接他的是上千名警察呀 这下袁文慧傻了眼了 算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最终他损失巨大 后来还是在日本人的帮助下 才得以缓过神来 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敢再插手政治了 这次的惨痛经历啊 让他心有余悸 为了躲避政治 他甚至连赌局都不开了 而是认认真真做起了生意 在天津呢 开了一家惠德号的店铺 专门卖烟酒 以及什么罐头啊 这些东西 因为他的店面和日本人的住地比较接近 因此有很多日本军人都来他的店里消费 为了赚更多的钱 袁文慧就把罐头的价格降低 然后和日本人签订了一个长期供应的合同 时间久了 袁文慧也认识了不少日本军人 军官呢 也认识不少 后来袁文慧也是因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袁文慧当然不会这么守规矩了 他这个惠德号看似卖的是正经东西 可实际上赚来的钱 这用处可不是什么正道 当时在全国各地啊 都有窑子 也就是妓院 虽然明面上是被禁止的 可实际上根本没人管 袁文慧当然也不放过这个享乐的机会 用赚来的钱给窑子放贷 然后趁机赚取高额的利息 等到对方还不上钱的时候 袁文慧就会提出 用还没接客的厨迹来抵债 可谓是可恶至极 忽然有一天啊 袁文慧接到一个生意 他稍微一琢磨 就发现其中有很大利润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生意让他输的是彻彻底底 那么是什么生意呢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民国大案 我是吕鹏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袁文慧啊 接到了一生意 其实呢挺简单 因为那时候日本在中国开设了很多工厂 所以需要大量劳动力 而这个生意就是让袁文慧在中国寻找合适的劳工 当然了这个劳工呢 也不是随便找 而是越便宜越好 在资本家的眼里啊 拔不得这些劳工免费给他们服务 日本人呢 对袁文慧很有诚意 他们的意思很明确 只要袁文慧能找到一批合适的劳工 他们就会按照人头给袁文慧一定数额的提成 这可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因此袁文慧十分爽快的答应了 这么好的赚钱机会 他怎么会放过呢 他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接触过缴行的生意 因此对这个很擅长 尤其是对于底层劳工的生活呀 也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招募到一批工资低 而且肯吃苦的劳工 一开始的合作十分顺畅 袁文慧因此得到了日本人的赏识 再加上他以前就跟日本军官有交情啊 因此这个生意算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可是一个人的出现打乱了袁文慧的计划 让袁文慧呀怒火中烧 这人是谁呢 叫刘广海 是天津成熙非常有名的一个青帮头子 仗着手底下人多 干了不少缺德事 听说日本人要招中国劳工 刘广海不会放过这挣钱的机会呀 后来他又听说袁文慧干这个 赚的是盆满钵满 刘广海一下子就来了兴致了 他直接找到日本人 说是谈合作 刘广海告诉日本人 袁文慧提供的劳工啊太贵了 我可以找到更便宜的 日本人听说还有这种好事 就让刘广海全权代理招募华工的事情 袁文慧还在家里做着发财梦呢 谁承想一睡醒 让人结糊了 这放在谁身上都是无法忍受的 更何况是牙字必报的袁文慧呢 他一定得报这个仇 经过打听之后 袁文慧得知刘广海带着一帮小弟正在万国公寓办事呢 袁文慧知道这消息以后啊 当下就带着人去了万国公寓了 他得好好的修理一下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刘广海 虽然同样都是青帮中人 但这么做未免太欺负人了 等到了万国公寓之后 袁文慧才知道 这个刘广海正在干招募华工的事情 这更让袁文慧气不打一处来啊 他带着人风风火火的 闯进了刘广海所在的房间 直接就亮出家伙了 本来是想就教训一下 这个吓唬一下就得了 可谁知道一见面就没控制住场面 双方打的那是不可开交啊 等到打的都累的躺到地上的时候 这才发现出了大问题了 刘广海的干将宋国柱 不知道怎么回事 竟然被人活活打死 现在啊身体都凉透了 哎呦 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 甭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年代 杀人啊都不是小事 更何况死者 还是有一定身份的青帮人士呢 袁文慧当时啊就吓得魂不守舍 本来只是找个面子 可现在闹出了人命 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吃官司是必然的结果 弄不好啊 还得进局子 天津市各方势力的租界 现在闹出这种事情来 肯定是要给外界一个交代的 袁文慧也不是什么蠢人呢 看到这种情况立马开溜 他现在要去找自己的师父 想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最好能用钱解决 可对方似乎并不愿意和解 就算是袁文慧搬出了自己的老师 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实在没办法 袁文慧只能让自己的手下去顶罪 可对方啊 还是不依不饶 坚持要起诉袁文慧 之后法院经过审查认定 袁文慧负有法律责任 打算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袁文慧呢 对这个法院的决议是置之不理 那他真那么大胆子 法院的决议你都不怕吗 他不是不怕 而是事到如今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 这时候袁文慧啊 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师父 如果他真的被判刑 那下场不会好到哪儿去 要知道外国人可不把中国人当人看 毕竟他也是知道 华工在日本工厂中的待遇 几经周转 袁文慧在一个大人物的帮衬下 从天津一路跑到大连 使得袁文慧终于逃过了牢狱之灾 之后的袁文慧啊 投靠日本人继续干起了招募华工的事情 在几年内为日本输送了五六万的华人劳工 这些劳工在日本人的手底下过着非人的生活呀 甚至有很多人客死他乡 他们对当初诃骗他们来做工的袁文慧 那是愤恨不已 可是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直到抗战胜利 他们才获得自由 新中国成立之后 袁文慧被抓捕归案 经过审判之后 除以死刑 在天津小汪庄刑场执行 行刑的时候啊 无数的华工为之庆贺